我們來請教子娟 亞馬遜是強龍 他怎麼會怕TikTok TikTok來要直播帶貨 也跟美國的文化不一樣 可是亞馬遜好像真的滿害怕的 好 你看到亞馬遜最近有兩個措施 然後分別就讓人家感覺到 他好像真的有一點害怕 他的競爭對手 競逼 首先先來看第一個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只要你在我的商場上面 賣15美元以下 大概500多塊台幣以下衣服的 好 現在我手續費大降降低到 只要我5% 原本他要17%左右 大分降 降這麼多 所以他是針對那種比較平價一 他給這些平價一的廠商 降手續費 那為什麼這麼好呢 他們就說了 似乎有想要對抗這個薰印 中國電商的意圖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薰印 他的平均的衣服 大概5美元左右 這真的是快時尚平價一 你說他最近紅朋友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紅 尤其是在Z世代 連我都在逛 是不是 尤其是在Z世代當中 他們的品牌指名度 說這個薰印達到38% 亞馬遜才只有20幾%而已 差這麼多 尤其在年輕時代 也很買他的單號 所以亞馬遜這個舉動下 大家被認為說 好我可能是因為 有一點點害怕這個薰印 這個競爭對手 平價一塊時尚而改的 第二個剛剛你說的這個TikTok 因為TikTok 他現在在美國 推出你只要在APP之內 你看這個直播的同時 然後你就可以立刻完成下單 這是TikTok 在那邊做的一個服務 他現在亞馬遜也有點嚇到 他也要趕快 他說我要跟Instagram 然後跟Snapchat 一起來合作 也要來做這件事情 這什麼樣的概念你知道 就如果現在你在看 我們這影片的同時 然後你突然看陳諺哥 這個紅色的影帶非常漂亮 然後氣色非常好 很想要買 然後你這件襯衫 對 但如果今天 你在這個亞馬遜上面 你必須要關掉這個頁面 然後去到這個下 就關掉這個直播 然後下單到頁面去下 你是不是那個 燒火的程度 就立刻減了 但是如果今天 你在看這個直播 當下下面 立刻購物連結 就已經在下面 然後你可以立刻放入購物車 然後立刻結帳 然後你那個畫面上面 還在直播 還在看到你這個俊俏臉 好像配這個領蛋 看到美麗的家人 是不是立刻你就會 繼續一直買 一直買下去 所以現在你就會發現 電商平台 現在都要去做直播 而且一定要把 你的電商的那個購物 跟你的直播影片 他要能夠結合在 一個網頁上能夠完成 而現在TikTok 已經在美國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亞馬遜他會被緊張 他會緊張 所以他現在開始 來做了這樣的一個因應 好 這個強龍來壓強龍 好 等一下我們回來 繼續來討論 我不知道大家玩遊戲 玩到什麼程度 電競手機 他的商機在哪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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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